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德和庞哲普南部随被纳入沃玛亚王朝的版图 伊斯兰教从此开始传入印度 穆尔坦成为穆斯林在印度的主要据点 九世纪中叶以后 统一的阿拉伯帝国区域解体 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萨法尔王朝逐渐向南过展 控制了信德和庞哲普南部 九百年伊斯兰教的异端卡尔玛特人 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和伊拉克后 金融信德和庞哲普南部建立了 穆尔坦和曼苏拉两个王国 据十世纪初阿拉伯地理学家 麦斯欧德·伊伊·马苏迪所著的黄金草原的记载 属于古来什部落的穆纳巴家族 统治穆尔坦王国 曼苏拉王国金巴马纳巴德一带 的统治者阿布·曼达尔也出生于古来什部落 然而出现在信德和庞哲普南部的早期穆斯林政权 始终局限于印度西北一预约 阿拉伯人尚无力控制印度内陆 其统治并没有对印度政治和经济的发展 产生明显的影响 到十世纪中叶 印度的政治分裂已经不可收拾 整个次大陆形同一坛散沙 印度教王公各自为政相互征战 这时印度丧失了抵御外族入侵的能力 成为中亚突厥独穆斯林功绩的目标 962年 元属萨曼王朝的突厥将领阿尔普提金 在加兹尼建立独立的国家 统治阿富汗东部 史称加兹尼王朝 962到1186年 加兹尼王朝苏丹马哈茂德在位时期 998到1030年 曾经17次远征印度 屡拜称雄于印度北部的拉奇普特王公 1014年 马哈茂德攻占印度教圣地 萨奈莎 洗劫了著名的查科拉斯瓦神庙 1019年 马哈茂德攻占恒河平原的政治中心群女城 历史400年之久的古都被洗劫一空 以为平地 1025年 马哈茂德攻占印度西海岸 卡提阿瓦半岛 卡提阿瓦西岸的索姆纳特神庙 是印度著名的朝拜圣地 供奉印度教三个主神之一的师婆 神庙中藏有巨额财宝 马哈茂德将索姆纳神庙的财宝 抢劫一空 运回加兹尼 据说运送这些财宝的骆驼 多达四万头 马哈茂德的胜利 暴露了印度教王公的虚弱 打开了自中亚通往印度的大门 整个旁者普并入了加兹尼王朝的版图 拉荷尔成为穆斯林在印度西北部的统治中心 12世纪中叶 古尔王朝 1152到1206年 兴起于阿富汗西部 古尔王朝灭加兹尼王朝以后 定都赫拉特 成为阿富汗和西北印度的统治者 1192年 古尔王朝的苏丹 穆伊兹乌丁及古尔的穆罕默德 1175到1206年 率军越过旁车普进攻印度内陆 在塔拉罗里战役中 击败拉奇普特王公联军 进而占领德里 征服了恒河与朱木拿河之间的广大地区 穆伊兹乌丁的部将巴克提亚卡尔齐 于1200年前后攻入印度东北部 占领比哈尔和孟加拉地区 至此 德弹高原以北地区皆属于古尔王朝 加自尼王朝和古尔王朝在印度的征服 为德里苏丹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1206年 穆伊兹乌丁在达姆亚克遇害身亡 死后无事 古尔王朝于是发生分裂 穆伊兹乌丁的部将 镇守德里总督普特普乌丁艾巴克在德里自立为苏丹 1206到12110年 统治印度北部地区 库普特普乌丁和其后的两位苏丹均为来自阿富汗的突厥奴隶 因此他们建立的政治史称奴隶王朝 德里苏丹国的统治从此开始 德里苏丹国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较为稳固的伊斯兰教政权 共存在320年 先后经历了五个王朝 奴隶王朝 1206到1290年 卡尔基王朝 1290到1320年 图格拉王朝 1230到1414年 塞易德王朝 1414到1451年 和罗蒂王朝 1451到1526年 德里苏丹国时期 印度大部分地区逐渐被纳入伊斯兰教政权的统治范围 奴隶王朝的第二任苏丹 伊杜米斯 1211到1236年 先后平定了庞哲普和孟加拉的穆斯林贵族 以及拉齐普特王公的反叛 征服了文迪亚山北侧的瓜料尔和马尔赛地区 被誉为德里苏丹国的奠基人 卡尔基王朝的苏丹 阿拉乌丁 1296到1316年 消灭了古吉拉特和拉齐普特地区 印度教王公的割据势力 并出兵越过文迪亚山 征服了印度教政权 德瓦吉里王国 瓦朗加尔王国 霍伊萨拉王国和潘迪亚王国 德岸高原成为德里苏丹国的侠地 图格拉王朝 苏丹穆罕默德 图格拉1325到1351年 在位时期 德里苏丹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 西起印度河流域 东至孟加拉 北底科斯尼尔 南大科佛里河 德里苏丹国的兴起 正值蒙古人扩张之际 1221年 蒙古军队首次出现于印度西北边境 1224年 蒙古军队攻入印度西北部 掳掠信德和庞哲普地区 但是似乎由于天气炎热和水口不适的原因 蒙古军队未能深入印度内幕 全时退走 1279年和1285年 蒙古军队接连侵入印度西北部 卡尔基王朝苏丹 卡尔吉贾拉尔丁 1290到1296年 曾三次击退入侵印度的蒙古军队 一部分 蒙古战士归依伊斯兰教 在德里定居下来 成为印度最早的蒙古血统穆斯林 德里苏丹国的政权形式和土地制度 德里苏丹国改变了印度传统的政权形式 采用政教合议的伊斯兰教神权政体 德里苏丹国统治的社会基础是 由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 阿富汗人和波斯人组成的军事贵族集团 印度土著的王公贵族除归于伊斯兰教者外 大都被排斥于国家要职以外 只能冲任乡镇小令 苏丹作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及军权和教权于一身 他们往往在名义上与哈利发保持中国关系 东方关系 接受哈利发的册封 阿巴斯王朝哈利发穆斯坦随尔 曾于1229年前使德里 授予奴隶王朝苏丹伊杜米斯以阿萨姆苏丹的称号 阿巴斯王朝灭亡以后 德里苏丹国发现的钱币上仍然刻有 哈利发穆斯坦随尔的名字 1343年 法蒂玛王朝哈利发哈基姆二世 自开罗前使去德里 图格拉王朝苏丹穆罕默德图格拉 于是将哈基姆二世的名字 注册在新发行的钱币上 表示承认法蒂玛王朝哈利发的宗族权 如同当时的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 德里苏丹没有明确和巩固的继承原则 一般来说为了方便起见 只在已故苏丹尚存的家族成员中加以挑选 出生的先后能力的大小 已故苏丹的推荐的问题 有失也得到一定的重视 但贵族的意见似乎是带决定性的 而他们通常只图个人便利 而归顾国家的利益 德里苏丹国的中央政府 由若干各部及迪万组成 分别掌管税收司法 军事 议政和文书等 德里苏丹国废除了印度传统的 官吏世袭制度 各部长官由苏丹任命 税收部位 税收部位居各部之首 维奇尔作为税收部长官 往往截至其他各部 图格拉王朝时期 维奇尔获得了广泛的权力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举座轻重的地位 塞易德王朝和罗帝王朝时期 维奇尔的权力明显削弱 德里苏丹国统治的印度 划分为若干省份 图格拉王朝时期 全国更有23个省 各省划分为若干的舍客 称为舍客的行政区 舍客之下是巴尔加纳 村舍构成最小的行政单位 各省的长官称瓦利 直接隶属于德里苏丹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随苏丹力量的强弱而经常变化 各省的税收 首先用于地方的军政开支 余额上缴德里 除直接隶属于中央的省份外 边远地区分布着印度教王公 统治的众多土邦 这些土邦在承认德里苏丹宗主权 和缴纳共税的条件下 处于半独立的状态 印度教王公在土邦内 拥有广泛的权利 德里苏丹国拥有规模较大的长备军 兵员来自阿富汗 突厥人以及印度血统的穆斯林 全部军队分为骑兵 勿兵和橡兵 装备简单的火器 印度教徒为德里苏丹国提供辅助兵员 德里苏丹国实行国家土地所有制 对印度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德里苏丹国时期 国有土地的主要来源 是在征服过程中 没收印度教王公贵族的土地 苏丹在名义上拥有全国的土地 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土地占有形式到底分为三种 哈斯是由苏丹直接支配的土地 由中央财政部门管理 收入供中央政府开支和公平消费 伊克塔是苏丹以服军役为条件 纷纷给穆斯林战士的土地 这是德里苏丹国时期 国有土地的主要占有形式 奴隶王朝时期 2000名穆斯林战士 在恒河与朱摩拿河之间的平原 领友伊克塔 伊克塔最初供受封者本人享用 不得继承和转让 苏丹拥有更换和收回的权利 征税标准有国家规定 因此伊克塔最初实际上是税收的分分 而不是土地的分分 图格拉王朝建立后 穆斯林军事贵族不断扩大 对于所占土地的权利 伊克塔逐渐演变为世袭领地 第三种形式是神庙土地 包括苏丹国家赏赐给 伊斯兰教神职人员的土地伊纳姆 和赏赐给清真寺的土地瓦克夫 占有者拥有世袭享用的权利 这种土地在国有土地中所占比重不大 国有土地的征税标准 在不同的时期变化很大 奴隶王朝时期税率为 农动物产量的五分之一 卡尔基王朝苏丹阿拉乌丁时期 税率增至农动物产量的二分之一 图格拉王朝苏丹吉亚斯乌丁 1320-1325年 曾经将税率恢复至奴隶王朝时期的水平 穆罕默德图格拉结尾后 税率再次提高到农作物产量的二分之一 除国有土地外 尚有许多土地属于印度教王公贵族所有 这种土地的所有权 在德里苏丹国时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土地所有者柴明达尔 对土地拥有广泛的权利 德里苏丹国时期 印度经济生活 德里苏丹国时期 政治统一 社会交往扩大 为印度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农业是印度传统的主要经济部门 受到了德里苏丹的重视 国家积极兴建水利工程 推广波斯式水车等新型灌溉工具 图格拉王朝苏丹菲罗兹1351-1388年 在恒河与朱木拿河流域 就开造了四条运河 使长期荒芜的布毛之地得到了开肯 农业的进步还表现为 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上 棉花甘蔗 电缆水果香料等 构成了重要的农作物 手工业分为官银和私营两种类型 官银手工业主要生产面 质地昂贵的奢侈品 供应宫廷和王宫贵族 官银手工业规模较大 卡尔基王朝苏丹阿拉乌丁时期 德里的官银作坊 拥有17000名工长 图格勒王朝苏丹穆罕默德图格拉时期 德里的官银作坊中 仅有仅私工便有4000人之多 私营手工业作坊 或者自产自销 或者受商人控制 产品大豆供应市场 满足民间的需求 主要的手工业部门是 纺织业 孟加拉 古吉拉特 马拉巴尔沿海 和恒河中上游的地区 分布着数量众多的纺织业作坊 产品不仅供应国内 而且畅销海外 制糖业 造纸业 金属加工业和砖石业 也很发达 贸易范围的扩大 体现了商业的进步 印度的产品 沿路路运往中亚和西亚的广大地区 通过海陆 远销 欧洲 非洲 东南亚和中国 农产品和绑制品 是印度主要的出口商品 西亚的战马 中国的瓷线和丝绸 源源不断的流入印度市场 伊斯兰教的传播和 巴克提教派运动的兴起 伊斯兰教从八世纪开始 传入印度 印度西北边陲 与西部沿海 是最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 十世纪以后 随着加自尼王朝和古尔王朝的征服 伊斯兰教逐渐扩展到印度的内陆 德里苏丹国时期 伊斯兰教作为国家 在整个印度范围内 得到广泛的传播 伊斯兰教国家 没收了大批印度教徒的财产 向印度教徒征收人金税 禁止非穆斯林担任高级官员 同时提倡印度教 改宗伊斯兰教 因此在德里苏丹国时期 伊斯兰教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穆斯林人数巨增 巨增 因印度的伊斯兰教 伊斯兰化程度明显加深 德里苏丹国时期 印度的穆斯林大体 分为三个来源 首先是八到十世纪 进入印度西北边陲的 和西部沿海的阿拉伯人后裔 其次是十一世纪起 侵入印度的突厥穆斯林后裔 为数更多的穆斯林士 来自改宗伊斯兰教的印度土著人 伊斯兰教不仅在印度北部 广泛传播 而且深入德干高原 在伊斯兰教最为盛行的 旁者普 信德 克什米尔和孟加拉 穆斯林的人数 远远超过了印度教徒 印度是一个 有优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印度古老的传闻文化 具有强大的童话力 早期入侵印度的希腊人 塞州人和白匈奴人 等 尽管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在文化上却不得不 屈服于土著文明 但是进入印度的 穆斯林征服者 却并没有如此 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 无疑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多神崇拜和一神信仰的 尖锐对立尤为突出 然而 土著的文化 未能将外来的 伊斯兰文明统化 伊斯兰教国家 也无力消灭 印度教的传统信仰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 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他们在印度的土地上 同时存在下来 德里苏丹国时期 伊斯兰教的广泛发展 对印度社会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 伊斯兰教的传播 加深了印度教 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 导致了尖锐的宗教矛盾 另一方面 在人口大多数的 土著居民信奉的 印度教 与同志集团 大理体上的伊斯兰教 频繁接触 相互之间 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巴格提教派运动 就是印度教 与伊斯兰教之间 彼此对立 又称前信运动 十二世纪起 新起于印度南部 初期的代表人物是 罗摩尔什 死于1137年 罗摩尔什 常调在梵天 梵天在印度教 诸神中的制高地位 认为梵天是 天地万物的创造者 保护者和毁灭者 一切存在 只有梵天而来 十三世纪以后 巴格提教派运动 由印度南部 传入北方各地 主要流行于城市的 下层群众中 罗摩尼陀和 克比尔 成为主要的代表人物 罗摩尼陀 1360到1450年 不仅认为 梵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而且强调众生平德的原则 所有前信梵天的人 不论身世高低贵贱 皆可获得解脱 克比尔 1440到1518年的 生母是属于 婆罗门种姓的印度教徒 养活是穆斯林 克比尔吸收了印度教 泰坦多派哲学和伊斯兰教 苏菲派教义 强调一神信仰 反对偶像崇拜和主性制度 主张简化宗教仪式 克比尔认为 印度人和突厥人 是同一种粘土造成的 罗摩及泛天与安拉 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克比尔宣称 能深入天堂 不是靠斋戒和反复 宋读导词与教义 如若真理已被领悟 麦加斯庙的内事 就在人的心里 把精神当作圣堂 把身体当作他周围的妙语 把良心当作他启蒙的教师 抛却愤怒 疑惑与恶毒之心 让忍耐来表达舞蹈 是指伊斯兰教的 拜公的真意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 有共同的上帝 克比尔的哲中主义观点 旨在消除印度教 与伊斯兰教的对立 德里苏丹国的衰落 图格拉王朝 苏丹穆罕默德图格拉 在位时期 是德里苏丹国 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穆罕默德图格拉 在恒河与珠穆拿河流域 提高农业税率 恒征爆炼 尽管历史文献 关于新的税率记载不一 但是税率的提高 显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大量人口流落异地 武装起义旅有发生 穆罕默德图格拉 于1327年 将首都从德里南迁到 德瓦吉里 并将新都改名为 道拉塔巴德 旨在加强对德诞高原的控制 迁都引起印度北部 穆斯林贵族的墙里不满 当穆罕默德图格拉 将首都重新迁回德里以后 德诞高原的穆斯林贵族 和印度教王公接连反叛 脱离德里苏丹的控制 苏丹菲罗兹即位后 实行极端的宗教政策 扩大人定税的征收范围 印度教徒和什叶派穆斯林军 遭到迫害 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菲罗兹死后 同志集团发生争夺王位的内讧 第一帮势力趁机用兵子力 形成割据状态 1398年 天末尔率领由蒙古人和突厥人 组成的大军由中亚的 萨马尔汉进入印度 在德里北部的巴尼帕特 击败图格拉王朝的军队 进而将德里洗劫以控 图格拉王朝末在苏丹 马哈茂德二世 1394到1413年逃往古吉拉特 天末尔的入侵摧毁了 德里苏丹国的军事力量 加速了德里斯乌丹国的衰落 马哈茂德二世尽管在 天末尔军队撤走后返回德里 但其权力范围仅限于 德里周围的狭长对待 塞裔德王朝时期 只有德里周围 恒河与中亚南河流域 以及庞哲普处于苏丹的空置下 其他地区皆属穆斯林贵族 和印度教王宫的管辖 他们拥兵自立 仅在形式上隶属于德里苏丹 德里苏丹国在罗地王朝时期 继续衰落 印度北部分裂为 德里 孟加拉 克什米尔 马尔瓦 江普尔和古吉拉特 等众多独立的苏丹国 德里苏丹作为整个印度最高统治者的地位 已不复存在 1517年 天末尔的后裔巴贝尔从阿富汗侵入印度 1526年 巴贝尔在巴尼帕特击败 罗地王朝苏丹 伊布拉辛率领的军队 随后攻占德里 德里苏丹国最终灭亡 德里苏丹国是印度历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 德里苏丹国采取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 并将军事裁业制度传入印度 深刻地影响了印度封建社会的发展 德里苏丹国时期 印度的穆斯林人数聚增 伊斯兰教上升为与印度教并立的主要宗教 两大宗教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 对印度社会影响极大 另外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 阿拉伯 波斯 突厥的语言 文化 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 大量传进印度病 渗入印度古物和印度土著的古老文化之中 奠定了现代南亚文化的基础 德里苏丹国后期的南印度 德里苏丹国后期 格战高原北部是伊斯兰教的巴曼苏丹国 1347到1526年 这里最初是德里苏丹国的侠地 1347年 图格拉王朝将领哈桑 1347到1358年 在盗拉塔巴德及德瓦吉里居兵反叛 自称波斯王族后裔建立独立的巴曼苏丹国 定都库尔巴加及阿桑纳巴德 苏丹艾哈迈德1422到1435年 结尾后 迁都比达尔 巴曼苏丹国占据文迪亚山以南 克里西纳和以北的广大地区 化分为库尔巴加 道拉塔巴德 比达尔和比拉尔四个 称为塔拉夫的行政区 巴曼苏丹国作为伊斯兰教的政权 与信奉印度教的维查耶纳加尔王国 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旨在争夺独干高原的霸权 16世起初 巴曼苏丹国发生分裂 形成五个独立的苏丹国 伊马德王朝统治的比拉尔 阿迪勒王朝统治的 贝查普尔 库特普王朝统治的高达 高康达 巴德里王朝统治的比达尔 和尼查姆王朝统治的亚马纳加 这五个苏丹国相互征战 削弱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南部 扩展的力量 维查耶纳加尔王国 是位于德干高原南部的 印度教政权 兴起于图拉格王朝 苏丹穆罕默德图拉格在位时期 以维查耶纳加尔城为首都 顶有克里西纳河以南至 科佛里河的广大地区 先后经历了桑加玛王朝 沙鲁瓦王朝 突鲁瓦王朝和阿拉维度王朝 维查耶纳加尔是一个部署的国家 农业和手工业都很发达 国际贸易尤为兴盛 据说维查耶纳加尔拥有300个海岗 其中以西海岸的卡利库特和科钦 对为著名 这里与印度洋珠岛 马来群岛 缅甸 中国 阿拉伯半岛 波斯 非洲和葡萄牙均有贸易往来 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大米 棉布 铁器 销石 香料和糖 进口货物有马皮 珍珠 红切 珊瑚 丝绸和拱等 据意大利旅行家 尼科尼 孔蒂基达 维查耶纳加尔城 城中达60英里 城里可以武装起来的居民约有9万人 波斯旅行家阿布多拉拉扎克写道 国内所有的居民不论地位高低甚至市场上的工匠 磕在耳朵脖子胳膊手腕和手指上佩戴珠宝和镀金的装饰品 维查耶纳加尔王国经济生活的突出特征使土地私有之发达和土地买卖盛行 德里书丹国时期 外来的伊斯兰文化冲击着印度的大多数地区 唯有维查耶纳加尔王国始终保持着印度古老的宗教和文化传统 印度教继续处于原有的统治地位 泛语以及泰卢布语 泰米尔语经久不衰 种姓制度与农村公社与古代相比变化甚微 1565年德战高原北部的伊斯兰教政权 比达尔、高康达、亚马纳加和贝查布尔四个苏丹国组成的联军 在塔利科塔战役中击败维查耶纳加尔王国的军队 维查耶纳加尔王国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从此一蹶不振 维查耶纳加尔王国的衰落 使印度教丧失了在南部风行的机会 为后来的莫沃尔人征服德战高原 敞开了大门 第一节 德里苏丹国 印度 我们读完了 明天我们读第二节 北非的伊斯兰教诸国 欢迎您继续关注 再见 别碍 阿�mitt otional 他们读第二节 优优独 olan 你们读第一iu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